波波星球 记得订阅 波波星球 泡泡可可的频道哦 嗨 我是泡泡可可 最近发生很多虐童爱 以及性侵 所以今天特地来到 高雄私立长春的幼儿园 来看看幼儿园 到底是怎么照顾我们的孩子的 哈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私立长春层 幼儿园的主任 Joseon 我要来问问主任 最近幼儿园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要来考考我们的主任 快问快答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Let's go 现在很多幼儿园 没有立案就招生 请问一下贵幼儿园 是否有立案 我们在民国87年 就已经立案了 也成立了此分校 义华校 陆续成立了明华校 崇德校 国际校和人武校 那我们的校领 已经超过26年了哦 最近幼儿园频繁性侵案 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把关 幼儿园的失资 我们对于失资 是非常严格的在控管 那我们在课堂之间 也会平缓的寻堂 那对于我们的孩子的幼儿的安全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每间教室都有设置监视器 幼儿园逆同案 为幼儿园怎么把关 学校在评估幼儿园的教师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有合格的教师证 或者是合格的教保员证 那在梁明镇这块也是要求的 那学校严禁 体罚跟处罚的对暴力也是零容忍的 如果我们发现任何有不当的体罚 我们一定会严格的处罚跟解聘 那如果只有保姆证就可以来上班了吗 当然不行 就是一定要合格的教保员 最近幼儿园有很多的食安问题 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把关食品 孩子们的餐点都是阿姨自己在现场料理和准备的 那我们不是由中央厨房来配送给学校的 让我们也会选择合格标章的店家去采买 对于幼儿的安全和营养 我们也非常重视的 请问长春城幼儿园有什么特色 长春城幼儿园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品格养成 和阅读素养 那老师们也会依照不一样的年龄层 设置教具给孩子们操作 去做中学学中做 那我们也有一个户外的大广场 可以让孩子们尽情地晒太阳和跑掉 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品格 和孩子们的健康 想问爸比为什么不送孩子去公立幼儿园 而是来到长春藤私立幼儿园 其实会选择长春藤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环境真的很干净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户外广场 老师非常重视户外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晒晒太阳 然后跑跑跳跳 另外这边的老师非常重视品格教育 还有就是亲师的沟通也非常的畅通 爸爸妈妈最担心的是 小孩子越晚学英文 真的会输在起跑点吗 我觉得学语言这种东西当然是越早接触越好 那学校这边很自然的 从一般的自然的课程当中 还有绘本当中 融入到学习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学校也用这种沉浸式的方式 给小朋友做学习 甚至带小朋友到麦当老去点餐啊等等 这些都让我很印象深刻 我觉得长春城最棒的是 他们创造一个英文的环境 让孩子从环境中学习英文 其实这对学习语言是最大的帮助 想请问妈妈 新闻上常看到乌龙接送案 请问一下长春城幼儿园有发生过吗 从来没有耶 其实学校呢对安全控管蛮严格的 那新生的话呢 家长如果要接送孩子 就要凭着学校自发的接送证 才能把孩子接走 而且呢学校老师其实对于家长都蛮熟悉的 常常是我们车子一停下来 那老师就知道是哪个家长要来接孩子了 家长们最在意的是 会不会遇到好的老师 那请问妈咪 你觉得长春城幼儿园老师如何呢 我觉得学校老师都很有爱心跟耐心 而且呢就是会很主动的跟家长沟通互动 不管是透过online或者是联络部 都能够让家长随时掌握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孩子一路从幼幼班进来就读之后 都不断地在一个成长进步的状态 那很感谢学校的老师 因为其实幼儿园是一个孩子 人生中第一所学校 其实环境跟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长春藤是帮我们做把关的动作 对因为比较过蛮多间学校 不管就是说我们在跟老师沟通互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说老师在对于孩子的一些言行态度啊 学习的一些表现或者是跟同学的人际互动 他们都会蛮关注这些点的 然后都会持续地给孩子一些教育 然后跟家长做配合这样 我们来看看孩子们带泡泡哥哥 参观幼儿园的一天好不好 好 幼儿园上学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量体温 量体温 还有呢 手部消毒 手部消毒 这个是你们学校的早餐吗 我自己来吃我学校的早餐 感觉好好吃对不对 对 上课想要先进行 一学习感恩 谢谢我的头 让我可以变聪明 很棒 上完进行课 泡泡哥哥的心平静许多 这样上课我们可以更专心更专注 今天宣导的主题是爱护小动物 之后我们还要跳早餐哦 准备爬一爬 爬一爬 变泡泡 爬一爬 变超人 变成大地势 每个星期都有不一样的体能课程 让我们动动身体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泡泡哥哥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好啊 走吧 这个是什么 window 很棒 我肚子好饿哦 我肚子好饿哦 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吧 去哪里 你去午餐 去吃午餐哦 我很喜欢故事时间哦 听故事最有趣了 你们在做什么 折棉被对不对 下午我们会交进操作 或是饱和操作 怎么办 胖泡哥哥的肚子 现在好像又有一点点饿饿的呢 怎么办 吃点心 吃点心然后要做什么 整理书帮回家 整理书帮回家 谢谢我们小老师介绍我们今天幼儿园的一天 掌声咕哩咕哩 我们该一张 好棒对不对 我爱高雄长春腾幼儿园 我们一起来上学 耶 记得订阅波波星球 泡泡订阅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